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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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三隻蝦好大啊! 真的耶! 這個是高雄寧遠的大白蝦 它可是用天然海水跟藻類養殖的 是專門培育蝦苗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不含化學技喔 天然的最好啦! 我看這樣好了 我們今天就不要玩什麼魷魚遊戲了 我們就要玩一個很蝦遊戲 待會大家講一個很蝦的故事 故事要夠蝦才能吃這個蝦喔 你說這樣好不好 好好好 那就由我開始吧 這個話說 這個前財政部長張慎和 他有一次在立法院被質詢的時候 他就講說 沒有獎金不足以養年 你看前面的這些國稅局長 哪一個不是獎金百萬起跳啊 而且他還大於不慘的去變更了這些獎勵名目 讓大家分賞人人有獎 你看這個樣子實在是 唉 太嚇了 茶器獎金被廢掉了 你現在變相 搞出一個獎勵金 這些沒有法院預計的 在民國九十三年四月九號 已經 將財務法環處理暫行條例 第三條 第四條 修正會址 所以你們茶器獎金 也就被取消了 但是財政部核發稅務獎勵金 作為要點 用作為要點 取代被取消的 這個法院 然後來發這個獎勵金 那你現在 所以我們這個稅務人員都有 年總獎金啊 有考基獎金啊 考基獎金就是你表現得良好 給考基獎金啊 還有不休假獎金 你現在又變相跟人家拿這個獎勵金 合理嗎 你說 來 部長說個公道話 是 我說公道話齁 呃 稅務體系齁 這個執法體系齁 如果待遇不高齁 他不足以養簾啦 不足以養簾啦 不足以養簾啦 接下來問我問我 我要說 中區國稅局苗栗分局前局長 陳和發 他曾經向前去陳情的民眾說 哎呀 法訓說的不算數啦 你說這實在是 唉 太瞎了 我還你的不算數啦 我還你的不算數啦 我跟你講 你們剛剛講的真的很瞎 不過我有聽到一個更瞎的 就是我曾經在電視 好像印象是我看到一個淡水的老農 他好像是國稅局跟他追稅三千萬 他覺得是烏龍稅單嘛 當然也跑去國稅局說 找什麼烏龍稅單要陳情啦 不找沒事一找說 變成六千四百萬了 那烏龍稅單是保民還是保官呢 對啊 然後聽說就是說 好像電視有說 那個你六千四百萬 你還要繳三分之一 你才可以跟國稅局打官司 三分之一就是兩千幾萬嘛 對啊 對啊 我還知道說 那個美國好像宿願的話 只要六十塊美金 對 那聽一聽我覺得說 那台灣這個賦稅人權 好像人民沒有那個宿願權 對 你們覺得說 這個跟強盜有什麼差別 太蝦啦 我可以吃齁 很蝦齁 可以可以可以 太好吃了 我的大蝦都被吃光啦 沒關係啦 我還要說老闆 馬賽斯批為你啦 我跟你講 國稅局這種虎搞瞎搞的事情 太多了 你吃完這盤蝦 我們都還講不完啊 哈哈 我們這個稅務獎勵金 沒有個人獎金這一塊 對 為什麼我們編的預算裡面還是有 105 106都還有這個 所謂個人獎金額這一塊 監察院 4月12號有個調查報告 稅務獎金法源不足之外 主管人員領取的金額偏高啊 未刪除財稅機關正副首長之個人獎金啊 啊你不是在鼓勵基層人員 是上頭在拿這個錢 我想其他機關也是一樣啊 你首長副首長也有您相關的獎金嘛 今天獎金不是只有 我們稅務獎金只有 財政部有而已嘛 其他任何機關都有啊 然後你說個人取消變團體 啊團體又是首長在發 那還不是一樣換湯不換藥 1212在那邊 您快變成一種變相的津貼了 部長這稅務獎金你有沒有拿 我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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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換我 那誰在哪 那就是相關的所有的稅務同仁嘛 我剛剛講要靠大家是什麼 有一首歌我就很喜歡唱 就是說 你是我李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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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是我的眼啊 為什麼 大家去幫我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人在逃漏稅 所以各位 你們是國稅局的眼啊 如果你看到了怎麼辦呢 來 跟國稅局檢取 如果你覺得他生意很好 他卻沒有發 用發票 你就來告訴我們 好 請問像國稅局檢取有什麼辦法做 有獎金啊 最高480萬 這個問的太好了 這個同學應該可以把他吸引進來 當我們的這個優秀同仁 大家聽完這個以後呢 有興趣來加入我們 代表是國稅局 好不好 好謝謝大家 啊這是老油條 我最喜歡吃麻辣的油條啦 嗯好吃 哇 看你這樣吃的津津油味的 哇 那你知道這個油條怎麼來的嗎 嗯 不知道 你有聽過岳飛嗎 哎呀 我上禮拜才跟他一起吃飯 真的嗎 真的啊 哇他死了800年 那是不同的岳飛 那你知道岳飛是誰害死的嗎 是什麼懶惰還是勤快 勤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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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呢 真正害死岳飛不是勤快 是懶惰 不是懶惰 是這個皇帝送高舟 為什麼這樣講呢 這個故事呢 就要從這個金兵的南下攻打宋朝開始 對 金兵他有兩次攻打宋朝 他第一次打進開封的時候呢 就把這個皇宮裡面的金兵珠寶全部搶光光 對不對 那第二次呢 又打進來了 打進來 結果呢 人全部抓光光了 對 全部抓光光 閩南語就過了照顧到沒辦法 對 結果呢你看 大家都被抓了 為什麼送高舟沒事 原來那時候他叫康王 他還沒有當皇帝啊 他剛好奉他哥哥送親中的命令 到江南去募兵了 你看 他就這樣躲過一間 所以你不要老是抱怨老闆叫你出差啊 該出差的時候就要出差啊 對啊 對不對 結果他到這個江南募兵 就募到很好的四個朋友 一個呢 叫做岳飛 一個叫做韓世仲 還有一個叫周哲 最後一個叫琴快 不是懶惰 都是懶惰琴快 這琴快呢很了不起 他是當時的仲元朗 有沒有 這個大學院考第一名 他把大學院學畢業 非常非常的優秀 對 結果就在這四個努力之下呢 就把南宋的政局給穩定下來 那這個宋高中當然很開心啊 就在這個圓山飯店舉辦國宴請 請他們吃飯 結果這個飯席之間呢 這個岳飛呢 就在那邊嘆氣 就唉 唉 撩人啊 對不對 結果這宋高中你看 唉 岳青 你怎麼不吃飯 菜不好嗎 丙皇上 菜很好 菜好怎麼不吃飯呢 皇上啊 你的哥哥跟爸爸 都被抓到北方去 變成階下囚 在那邊受苦受難了 你這個當弟弟的 居然還敢做這樣的享受啊 他在罵誰 他罵誰 皇帝 對他罵皇帝耶 這皇帝你看這個宋高中一聽 非常生氣 一塊 筷子一放 退席 當場就退席了 冰豆 對 沒有冰豆啦 我們甜點還沒上 韓式中還沒吃到甜點 結果皇上就給他退席了 這個勤快果然是聰明的 有讀書就是不一樣 趕快追出去 追出去後 皇上皇上 岳飛年輕不懂事 人家很好吧 年輕 不懂事 39歲還年輕不懂事 那要到幾歲才懂事啊 他也不想想 他的榮華富貴 都是我給他的 不是我哥給他的 要是真把他接回來 那 要是真把他接回來 那 那他沒講了 那怎樣 那怎樣 對 那把哥哥爸爸接回來 他是皇帝要能做嗎 對 結果這個勤快就講說 事情發生了嗎 無事要怎樣 要怎樣 我死啊 結果勤快一聽 蛤 叫我死喔 馬上跪下來 皇帝 我不行啊 他是個武官啊 對 他是武將 我是文官啊 我手無伏擊之力 我怎麼鬥得過他 那皇帝說 你不會動腦袋啊 你中原人怎麼靠 是桃園大學生我畢業的 對不對 就說完 抓著一把十二面金牌丟給了這個勤快 所以岳飛從此稱為中國拿到最多金牌的男人 結果你看勤快就這樣子就把岳飛害死了 那這個宋高宗呢 很兼詐也很聰明 他故意在這個 岳飛要殺勤快那一天 不是勤快要殺勤快那一天 對不對 他呢 就怎樣 故意人也出差了 他跑到正江區 故意不留在南京 結果呢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要讓勤快比較好下手 而且他這樣做怎樣 可以讓勤快背個歷史的大黑骨 所以你看 後世的人都以為 岳飛是勤快殺死 痛恨勤快痛恨到死 所以就怎樣 把這個麵粉團捏成他的樣子 然後就把油炸 然後炸的時候 邊炸邊說什麼 快來吃 快來吃勤快喔 對不對 所以這樣 對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像現在有些烏龍法官 對不對 這種亂判案 然後呢搞得這個 人民呢非常不爽 那人民為了要抒發這個怨氣啊 就叫他們什麼 恐龍法官 恐龍法官 嗯 也跟吃油吃貨一樣 啊 年紀大了 看了 有時候看了會 有時候會很快就忘掉了 很快就忘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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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有利政治 發官一問三不知 沒有那麼老 他可能是年輕的喔 啊 不管是老油條還是年輕油條 只要能夠一邊吃 一邊抒發怨氣 就倒不掉 對對對 這樣就對啦 這麼好吃嗎 不怕胖喔 不怕 冷的馬鈴薯條 抗性澱粉比較多啊 抗性澱粉 什麼是抗性澱粉啊 抗性澱粉 就是無法被小腸吸收的澱粉 抗性澱粉的好處呢 有熱量較低 且容易有飽足感 還能降低以導酥的主抗喔 而且他還會減少大腸癌的前驅物 我這樣喔 看你這麼享受的眼神 就看得出來這個炸薯條的品質相當優喔 怎麼可能啊 薯條的品質 是要有科學認證的啦 不能光是看眼神 就可以看到這個薯條品質的好話啊 我從他眼神裡面啊 看到一絲 閃過一絲的陰影 以我們辦案的直結 就是說 認為他應該有養效過這個事 一個檢察官用你的眼神就可以判斷 是不是要起訴你的話 那我們台灣齁 就永無寧日 還有喔 這些好吃的薯條 是我在有良心的商店買的 這樣就不用擔心 買到用不好的油炸的薯條啦 喔 有良心 我們就安心了 有良心快中彩 遍地共持來 良心時代已來到 好心 人人都有好心常有 食籠工商 遍地 人人都能做好人 良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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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心依赖 良心在地在我心 良心天地在 良心好时代 好人一起来 叛街向前勇敢做好事 一起把那力量传开 良心好时代 好人一起来 叛街向前勇敢做好事 一起把那力量传开 良心好时代 好人一起来 叛街向前勇敢做好事 爱与和平山花开 好远好运少年来 良心好时代 大家一起来 叛街向前勇敢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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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